歡迎收看台灣上前行 台灣向前驚 我是孟琪 武漢肺炎 台灣已經連續三天都是零確診 今天會不會再有好消息呢 等一下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我們會隨時連線 另外同樣要繼續追蹤的就是錢櫃這一把大火燒出的公安問題 今天台北市議員質詢居然發現 稽查人員到錢櫃的那一天 整棟大樓只花了20分鐘 短短20分鐘就稽查完畢 讓議員非常火大的痛罵 現在是怎麼樣 交情太好了嗎 另外來看到這個罷韓投票6月6號就要舉辦了 那韓國瑜會不會參加這場電視罷免的說明會呢 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挽回高雄市民的新的機會了 好 最後我們要看到的是口藝哥趙怡翔 他舌戰WHO的官員 雙方你來我往對話非常的精彩 好 稍後我們會有更完整的分析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歡迎第一位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再來介紹的是民進黨立法委員黃秀芳 孟琪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左手邊歡迎的是政治評論員余梅梅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歡迎的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秦慧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最後介紹的是政治學教授范士平范老師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首先呢我們要先提供一項最新的資訊給大家參考 就是教育部推出的紓困方案 針對這個學貸還款提出了三大項這個放寬的措施 最長呢可以長達16年都不需要償還本金喔 好 這項方案呢 今年8月1號就會上路 好 更多的訊息呢 有需要的觀眾朋友可以上這個教育部的網站來查詢 好 繼續喔 我們繼續來看到的是全球疫情的發展 歐美目前還在燒 先來看到全球目前超過311萬6千多人確診 好 再來看到是美國 光是美國今天確診人數就突破了100萬大關 好 死亡人數也飆升到5萬8千多人 好 不過我們台灣已經是連續三天零確診囉 好 昨天連帶這個歸零高的業績也是直線上升 通通都賣光了 好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回顧 這防疫100天的大事跡 好 那我們今天仍然沒有確診的個案 再度連續三天零確診 指揮官陳時中難掩笑意 記者一人送一碗歸零高 剛好是指揮中心成立第一百天 格外有意義 讓他難得感性 好 那這一百天也非常謝謝 全國的民眾 還有我們的記者女士先生們 陪我們一起度過了 有時候緊張 那偶爾有時候會稍微輕鬆一下 未來還有一段路需要走 但目前的跡象 看起來都往好的一方面來進行 回顧100天來 1月21號首例確診 指揮中心提升至二級開設 2月4號首批武漢包機返台 2月5號實施中港澳入境管制 2月6號口罩實名制上路 2月11號中港澳地區列為三級警告 建議國人不要前往 2月27號因應國外疫情嚴峻超前部署 提升為一級開設 同一天鎮藍宮宣布落盡暫停 3月12號口罩2.0上路 3月20號創單日最高27例確診 指揮中心把全球都列為三級旅遊警告 4月6號宣布去過清明 連假11個警點的人要自主健康管理 4月22號口罩3.0上路 國內疫情也越來越好轉 我們覺得最緊張的時候 我記得是在保平信號 我們在等待檢驗結果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很緊張 那時候我們在不斷來做一個 Plan B的演練 就是說萬一如果有個案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 目前國內確診維持429例 只有6人死亡307人解隔離 如果曲線圖看得更清楚 4月6號確診與出院差距最大 多達307人 但最新已經剩下122個人 這100天來總共篩檢超過6萬人 花費1.8億 近13萬人居家隔離或檢疫 只剩下8000多人 指揮中心天天開記者會 報告最新疫情 陳時中 周志昊 莊仁翔 張尚淳加上羅一鈞 還被網友封為防疫5月天 這100天天天有驚奇 但是覺得我們國人 我們整個情勢 我們整個大家其實還蠻沉穩的 我想要謝謝民眾 那都每天都固定在這個時間 那收看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的一個說明 也讓我們的阿中部長就一讚成名 那未來我們希望在很快 希望能夠結束這場爭議 100天對抗疫情的經驗 也成為防疫人員回憶的共同畫面 真的 這100天來 其實大家真的都是戰戰兢兢 才能夠守住一波又一波的疫情 尤其我們先來看到 在3月20號這一天 指揮中心把全世界都列為 三級旅遊警示 好 那這一天也是單日最高 27例的那一天 好 這個時候可以說是目前看起來 台灣疫情的高峰 但是一個月過後 4月26號到28號 連續三天都是零血診 好 那今天是不是同樣也會發生好消息呢 繼續來看到的是現場 陳時中部長的記者會 好 社區防治組的 莊仁祥副組長也同時在會場上 那現在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我們一天來的工作進度 好 各位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們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們今天仍然沒有新增的病例 那捷隔離人數也增至311人 好 那我們定點航班回來的湖北 460名裡面 那目前有3人就醫治療中 2人陪同就醫 那其餘在集中檢疫所 那至於磐石艦隊 截至目前我們掌握接觸者 1996人 其中585人為居家隔離 那我們今天採檢比較多 已採檢的461人 那到目前為止368人為陰性 那其他在持續檢驗中 那1411人為自主健康管理 那 全球累計的病例也超過300萬 10萬的人數也超過了20萬 好 那那個在口罩 我們到昨天晚上響應的人有26萬多 那我們持續大家有心意的可以上網 去表達大家的心意 好 那以上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那大家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不好意思 工商時報這邊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教育部在4月10號的時候發函說 今年全中運要暫緩辦理 然後 演後舉辦情況是看疫情而定 那畢竟 就是現在疫情看起來有稍微趨緩情況 那這個全中運用跟很多運動員的升學有關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重新辦理的時間 再來是直播官上午在立法院有提到說 五一連假可以是一個試金石 那是不是代表連假後21天沒有本土案例之後 大概5月底6月初就可以啟動一些振興方案 謝謝 基本上你講的這樣一個方向 也沒有錯 不過可能我們在監控上可能還在精密一點 看看整個情況的發展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還是要提醒 並不說是五一勞動節就大解放 沒有這樣的事情 就我講說可以輕鬆一點 但千萬不要鬆懈 那個人應該要做的事情還是要做確實來 不好意思 年代異電視這邊想要請問就是這100天來 指揮中心的專家們都非常辛苦 那莊富的夫人有提到說 常常早出晚歸 跟家人互動比較少 想問莊富是如何疏解你的壓力 那其他長官進來工作家庭得兩面兼顧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心聲嗎 謝謝 謝謝大家關心 那目前的確就是早上比較早出門 那晚上大概9點10點回到家 那其實都還是跟 家裡還是沒有什麼改變了 那就是說只是回到家可能比較累了 那看個電視可能就睡著了 那不過因為媽媽都睡 都也睡著 所以可能都沒有辦法見到面 那這部分以後我會記得在 定時再跟媽媽這個這個請安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 其實作息也沒有差很多啦 就是晚睡早起 然後只是跟家人的相處的時間就很少 那另外孩子在國外的 那大概就是打個電話關心一下 應該作息也沒有太多的改變 好 也謝謝大家的關心 不過我是醫療人員 所以平常 就是早出晚歸的 所以在醫院裡面 7點半開會是很常有的事情 那晚上本來我在 學校醫學院就擔任行政工作 本來也就 通常都很晚回去 現在 當然可能會更晚 因為 多了一份義工的工作 所以我本來的職務 本來的職責 當然還是要去執行 那 另外就是幫忙指揮中心的相關的所有的開會或是討論等等的 昨天 也非常謝謝部長 說在台上裡面 就是我是一個 非 政府單位的義工 所以謝謝部長昨天把那個花送給 這個五位裡面 唯一的一個 非官方人士 那這裡面 兩頭工作 當然確實是更辛苦一些 不過也像我以前說過 有機會幫國家 幫社會做一點事情 當然就盡我自己最大的力量來幫忙 謝謝大家 指揮官好 民視請問 高雄市衛生局宣傳海報提醒大家五一連假 不宜人幾人 應該宅在家裡面 不過台南市長黃偉哲是歡迎民眾五一連假的時候到台南觀光 這不同調讓民眾有一點不知所措 請問一下指揮中心對於五一連假是如何呼籲民眾 第二個問題想請教 部長上午答詢的時候被問到是否放寬管制 立委說是不是在一個月 陳時中那個指揮官說我不想看那麼久 那你還有提到說看遵守的規範的情況 遵守越好開放越快 那請問一下這個 內涵內容的意涵是什麼意思 是一個月內就會放寬管制的意思嗎 那有沒有確切的時間 謝謝 好 我相信這個不管是歡迎或宅在家 我想的心情一定要放輕鬆 心情放輕鬆 那但是呢 我們的社交距離 那勤洗手 戴口罩 那這個還是都要維持了 那至於就是說犯寬不要 就是說我們現在講 昨天也跟大家說說明過 大概一個情況 可能有最壞的情況 可能平常的一些情況 那但是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把這個防線慢慢慢慢要退到個人 我們本來是最大以前有些國家就整個城把他封了 他封了一個城跟城之間的 那有些是區域 把他封了 那封了區域跟區域 那有些比較小規模的 像我們有些特定的區域 我們不希望他這樣子來做 那慢慢的我們會把這條線 看他表現上 是不是能夠退到自己這條線 就講說一個 這樣的一個生活的規範能夠嚴守的話 那這條線守住 那是不是萬一有什麼樣的一個 疾病的發生 傳染的發生的時候 這個傳播鏈在人與人之間就被切斷了 他就不至於是大規模的 這樣子的一個發生 那零星的發生 我們都有心理的準備 來迎接這樣的一個情況 醫療的量能 慢慢也夠 那治療的情況也比較好 所以大概慢慢要試著繞回到自己這條線來 那這樣生活就不至於受到太大的影響 但是要拉到這條線 就要看大家有沒有做得很確實 如果大家都做得很確實的時候 那當然 整個就一直退 退 退到個人這條線來 那生活就會幾乎正常化了 所以有在問我就是說 是怎麼樣在觀察 定一個什麼樣的 外部的指標 沒有 我們不想定外部的指標 因為我們知道那些 幾天零確診 幾天零確診 那個事實上 現在來講 意義不是那麼大 但值得大家高興 但是說就已經沒有傳播源了 那不見得 那但是呢 我們如果把這條線守好的話 那也沒有大規模的傳播 那生活就正常了 所以我要看 個人的這個生活的這樣的一個習慣 是不是能夠謹守的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越敢開放 因為我們可以 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 我們可以 因應很多一些突發的情況 沒有問題 報告者提問 想要請教一下張教授 有 因為中研院的研究有說 現在看起來全球的病毒已經變異演化成六大類 而且病毒的變異程度高 致死率也很可能會越高 那這樣是不是代表我們台灣的病毒的變異性不算高呢 就是我們初期至今 病毒有沒有明顯的差異 那第二個想要請教一下 那個副指揮官 就是 現在疫情的狀況 那我們之前的頒布的 酒店停業的禁令 目前有沒有考慮會解除 謝謝 好 中研院廖院長 今天好像有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 就在今天的報導裡面有提到說 有 他有分 中研院有把全球2000多株已經在 網站上 公開的網站上有 經系列分析的這些病毒 做了一些分析 分成六大類裡面 包括什麼亞洲疫情 亞洲二 星 歐洲一星 歐洲二星 美洲 或是大洋洲 等等 也提到您剛才所提到的那樣的狀況 那不過 廖院長也有跟我做一點溝通討論 其實 媒體也許 寫得是不是那麼精準 我不知道 那不過就是說 裡面 好像初步看起來是 病毒的變異大 好像 初期跟死亡率沒有太多明顯關係 到後來好像看起來跟 病人的死亡率有所相關 那他也說到台灣的病毒變異其實也是大的 那基本上因為台灣的 病人的所帶的病毒是從世界各地帶進來的 所以他是變成綜合的模式 相對的他的變異其實是大的 那可是我們的死亡率並不高 那這背後 除了病毒本身 也許是一個因素之一 會不會因為演變以後造成毒性比較高 死亡率比較高 這當然是有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可是另外 就臨床的觀點來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的 照顧的量能 會不會影響到照顧的品質 那那天 陳部長也已經很清楚說 因為我們病人不多 那再加上我們本來的醫療照護的品質就是非常好 所以我們有 量能有每一個醫院的低線的照護團隊都可以好好的 非常仔細的把每一個病人做最好的照護 所以這樣死亡率當然就會偏低 那反過來在歐美某些國家 其實他的照顧量能早就已經不堪負荷了 所以有所謂的這個頻寧崩潰或已經到某種程度的崩潰的一個狀況 那樣的情況下 他也會造成病人的死亡率會偏高 所以一方面是病毒的類型 當然有可能會不會毒性高的關係 二方面 我們在醫療照護上 是不是能達到最好的一個照護模式 那當然也會影響到病人死亡率的問題 我們還是要謝謝各縣市的這些地方政府 還有酒店跟舞廳的業者在這段時間配合整個防疫的措施 那剛剛指揮官也有提到 我們會持續來觀察整個台灣社會對於這個自主的這個管理的部分 那我們也會持續觀察疫情的 那但是現階段我們還是要 拜託這些業者 我們就繼續大家一起再辛苦一點 那這段時間再撐一下 當然我們還是會持續去觀察 那這段時間 雖然地方政府也已經有逐步在對一些娛樂的場所 採取相關實名的措施等等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酒店跟舞廳 大家都在一起來配合一下 再撐一點 好 今天剛剛聽到又是佳麟的好消息 其實過去啦 開這個記者會 大家都是氣氛很嚴肅 很緊繃 可是觀眾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這幾天喔 真的記者會的氛圍 轉變成比較溫馨 又比較輕鬆 好 原來呢 是因為這個已經連續好幾天都是零確診了啦 這個部分要來請教瑞德哥啦 包括剛才記者也提問嘛 現在其實很多這個酒店或是舞廳的業者都說 看起來疫情比較趨緩啦 是不是可以趕快恢復營業 這個我們的流行疫情中心啊 那麼指揮中心呢 成立101天以來啊 這個應該是唯一一次4天零確診 那我相信大家心裡面呢 一定都非常的開心 也放鬆了不少 我剛剛看了一下網路已經很多人啊 貼出這個佳麟佳麟啊 現在台灣最有名的就是金佳麟 為什麼今天又佳麟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如果明天又佳麟的話 那我相信5月1號可能很多人會出來玩 那麼現在不在於說 那麼你出來玩或怎麼樣 高雄市如果認為說高雄市高雄人應該要留在家裡 那就讓他們高雄人留在家裡 我沒有意見 那但是我個人認為台灣的疫情已經趨於緩和 所以呢 我們在國外的這一套 我們在國門一樣要緊鎖 不管你是中港澳 還是歐美 東南亞都一樣 我們一樣要鎖緊你知道嗎 一樣外國人暫時不准進來 全世界各地都是這樣啊 外國人不准進來 那國人如果你要進來的話呢 你就是居家檢疫14天 我們已經有十幾萬人完成的居家檢疫了 所以呢 不可能的任務台灣都完成了 那麼另外的部分呢 我說的是你要把外面鎖緊了以後呢 你看現在連4天零確診 就是表示台灣已經17天沒有本土案例 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因為我們怕的不是這個等於說 境外移入的 而是怕本土傳染 本土沒有 十幾天沒有了 然後呢 緊接而來 你看連這4天連境外移入都沒有 不是上禮拜那個盤石劍的驕來 其實大家會更鬆懈你知道嗎 會更輕鬆 各位我今天看到什麼 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媽媽戴小孩 媽媽不戴口罩 我今天看到很多年輕人不戴口罩 這是錯的 如果大家要平安的度過的話 請各位把口罩繼續戴上 戴到下個月 我覺得五一連假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卡 之前在4月初的話 我認為清明節連續假期是一個很重要 結果變成這樣嘛 全國包括肯定在那11個景點 事實上不只11個景點 一大堆的這個地方全部都爆嘛 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我要特別提醒政府 尤其是交通部 你的1968APP有問題 這個1968有問題就修正 錯誤寧可不要用你知道嗎 否則沒有開的夜市 假意彌陀夜市沒開 卻裡面卻擁擠 你這個是有問題的東西 沒有到很精確的話 寧可不用 你很精確 OK我贊成你知道嗎 做不到就不要做 否則你突然的造成擾民 那突然的造成不必要的批評恐慌 那也達不到你的效果 分流的效果達不到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國內的部分適度的鬆綁 我也贊成 剛剛那個問題非常好 為什麼呢 剛剛那個問題問到 有關於酒店跟舞廳 這些合法的 那麼因為政府一聲令下 其實是為了台北市 379的酒店公關 他都已經時間都過了 14天的隔離期都過了 那麼我還是覺得 應該要看這次的 五一連續假期的情況 如果還不錯的話 可以適度的慢慢的解封 你知道嗎 解他讓百工百業 試圖的這個等於說 這個經過 為什麼我昨天就跑到 這個跑到一家西門町的 一家相關的餐廳 而且要高官買個飲料 為什麼呢 因為認識這個二十幾年了 老闆說走過SARS 挺過H1N1 沒想到他快要挺不過了 沒人來啊 現在開始麻煩你 外出就戴個口罩 你戴大電梯 外出倒垃圾 你外出就戴口罩 請你們戴個口罩 出去外面做什麼事 到你熟悉的店 去點一杯飲料 買一杯咖啡 外帶一個肉肉飯 還是在給人家 點一碗的這個滷肉飯 開始讓百工百業 你熟悉的店家 讓他們消費 讓他們可以活下去 也就是這些最基層 他快挺不下去了 你不要 我們紓困 是要紓困那個沒飯吃 但是有人快連飯 都沒有辦法吃 沒有辦法支撐 他本來還可以支撐的 我個人是認為 如果再撐一陣子 因為一個就過了 大概5月 但是他快要撐不過去 趕快要協助他 除了政府的紓困萬萬之外 有些人靠政府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政府只能救 那一兩百萬人 最主要是救命的 那麼請大家去買 去消費 但是我的前提是 不是叫你去人擠人 你知道嗎 宜蘭什麼山 宜蘭什麼山 我都還不知道 我這邊是第一次聽到 你知道嗎 人擠人成那個樣子 天啊你們也真厲害 是上網走的嗎 一船十 十船百 你知道嗎 我老婆跟我講說 我說這是宜蘭什麼山 五峰旗 五峰瀑布上面 怎麼會有人找到那裡的地方去啊 不是都是到礁溪嗎 到頭城嗎 那麼從這個地方 大家悶壞了 但是悶壞歸悶壞 還是要謹守這樣一個奮祭 那麼包括酒店舞廳等等 我覺得自主的管理更重要 你看我們從這整個疫情來 總共死了六個人 一把火不按照規矩來燒死五個 你知道嗎 這個不是用人數來比 而是很可怕 一個錯誤 那麼一個沒有管理好 他死傷人數竟然是這麼可怕 全國請全國之力 我跟你講天佑台灣啊 磐石劍放過我們啊 磐石劍連十二還十三個女朋友 竟然都沒事 你知道嗎 然後往前推 清明年假沒事 然後再往前推 兩千多個鑽石公主號 白白雞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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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下個禮拜如果五一連假情況不錯的話 那麼整個疫情是受控的話 但我有一個前提哦 還是要做好保護自己的功勞 那你知道有什麼好處嗎 各位 腸病毒 跟流感 大幅度衰竟 為什麼 因為大家戴口罩洗手 現在衛生習慣都變好 對對 連我都快被我那個潔癖老婆訓練的 已經快要快每天回去消毒 要消毒半個小時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在如此的情況之下 大家養成這個情況 我雖然上個月 聽說台灣多用水超過40萬噸 這是好事 因為台灣都要洗手 不要忘了 還是一樣 從此以後 不要挖鼻孔 不要摳鼻子 不要摸眼睛 然後多洗手 那必要的話戴口罩 我相信很短的時間之內 至少在台灣裡面 我告訴各位的是 不是這樣就把台灣國門打開 打開你就抓起來了 因為國外都還有 國外還是 現在都已經破幾百萬例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還是不能打開 但是先讓我們台灣 非故正常的運作 那台灣真的會創建另外一個世界奇蹟 真的看到四天零確診 可以開心 但是不能鬆懈 我們要請教委員 剛才講到 這是防疫中心成立到現在 第101天 也就表示這100天 其實大家真的都悶壞了 那接下來的五一連假要怎麼迎戰 剛剛瑞德哥講的我也非常贊同 就是五一連假 應該很多人會想說 連假三天我要到哪裡去 而且反正都零確診了 是啊 所以在這邊還是要提醒所有的觀眾朋友 真的要保持社交距離 然後勤洗手戴口罩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如果可以保持社交距離 然後戴口罩 出去一些風景區也好 或者是一些景點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的 去散散心 要不然真的悶在家裡面 真的是會悶得發慌 尤其是我 我們彰化 最近有一個非常夯的一個景點 就是花壇的一個 這個虎三巖的金針山 是 非假日人也是人幾人 真的 可是來這邊遊玩的人 其實大家都很有觀念 就是要戴口罩 幾乎全部都戴口罩 所以在這邊還是要呼籲所有的好朋友 真的出門還是要戴口罩 勤洗手 這個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看到 這個在這一陣子 其實很多的這個醫療人員 所有的醫事人員 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政府把防疫 這個管控的這麼好 那第一線 醫護人員也這麼辛苦 所以我們在這邊 也要提醒所有的民眾 我們要恢復正常的這個生活 真的還是要中央地方 大家一起配合 我們的政府跟民眾 大家一起配合 我們才能夠 儘速恢復正常的生活 真的 五一連假 可以出門去放鬆散心 但是還是要記得 保持社交距離 也要戴上口罩 不要讓這個防疫 五月天功虧一虧 好 那休息之後 我們要繼續來追蹤的是 錢櫃大火 真的燒出一連串的問題 好 台北市長 柯文哲呢 稍早呢 在議員的質詢下 也鞠躬道歉了 廣告之後 我們一起來看 好 市長好 好 那這次大火的慘劇 讓我們都非常痛心 那剛剛 淑貝議員有特別提到 道歉這件事情 我覺得市府到現在 委屈的態度 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夠柔軟 現在的客氣這麼進步 保全都可以做連線 為什麼台北市政府這麼落後 你敢觀察上就知道 那其他還會有今天的悲劇嗎 今天就是應該要好好譴責他 但是市府 你也帶出來跟民眾道歉 最後一件 我希望市長承諾一件事情 這些無辜往死的民眾 請市府 今天用盡全部的力量 幫助他們向無良廠商求償 求到達到達為止 謝謝 這個剛才 我是想議員在講 我們不僅是道歉 其實我們是覺得慚愧 因為市長今天早上我也來講說 如果過去幾年 二十次查 二十次都合格 那你現在去途期檢查說 六家要關掉四家 如果這個數字都對的話 就表示說 我們目前的檢查制度是 沒有效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 我昨天經常講說 你乾脆開電話 我們打開 表示說 你之前檢查到底是 不好 所以這個的確是我們要 目前的制度造成的這種漏洞 這個我們是要 深刻反省去檢討 政府不難難之急 我覺得我們做民意代表 我們能夠三十年做得更好 我覺得我們印象所有的視頻 我們會更加努力 也跟大家講資歉 好剛才看到柯文哲市長是說他也認為說這件事情發生讓他覺得很慚愧 那也鞠躬道歉 我們先來請教台北市的議員惠珠姐啦 可以看到今天國民黨團炮聲隆隆 我覺得柯文哲的慚愧 鞠躬道歉 太晚了吧 事情已經發生四天了 而不是我們黨團集體的力量 去要求他 他今天也不會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覺得說他自己本身是毫無反省能力 也毫無慚愧之心 這個純粹是應議員的要求做一個表面功夫 所以我覺得柯市長是要被嚴厲譴責的 第二就是說 這件事情到今天他才說市政府的檢查機制有漏洞 以後要改善 講得這麼輕描淡顯 表示這個市長完全沒有對內究責 從善如流 積極改善 這樣一個態度 我們看到目前資訊顯示 就是他們 他們包商自己跟檢察官承認 在2月的時候 他們把灑水系統關閉 在3月的時候 把消防栓全部關閉 在4月的時候 把廣播系統全部關閉 因為他們從2月一直到現在 都在整修 找了六大包商 做不同系統的整修 結果就在4月26號看到 他的五大系統統統統關閉 可是 我們市政府在3月6號去檢查說合格 3月20號去檢查說合格 到4月22號去檢查說合格 通通過關了 通通合格 所以這個當中 這幾組人馬包括聯合機查 牽涉到七八個單位的 包括我們消防局 包括我們監管處 這些公務人員 他們是不是涉嫌放水 圖利 我覺得這個通通要去查 這幾波去查說合格的人 你們是睜眼瞎著 還是你們故意放水 還是甚至你們有一些其他的 我們不知道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定要去 就著一定要去查 不要事情發生了以後 大家通通裝無辜 裝好人 柯文哲也說我未來要改善 那你現在都沒有改善 你這個五條人命 幾十個受傷的人 你怎麼去處理 還有最近 我們看到市政府 雷利風險去查 發現KTV不及格的 不及格率非常的高 那之前檢查是在做什麼 之前檢查每一家都合格 比方說除了這一家以外 我相信在這段時間 他們的檢查消防安全 大概通通都合格 結果現在出了事以後 一去檢查通通都不合格 那之前到底是怎麼去檢查 還有這個最簡單的一個問題 小學生都可以看得出來 眼睛去目測說 現場有沒有在施工 市政府居然有的單位說 他現場有施工 建管處打個勾 然後他說現場看到施工的樣子 那有沒有承報 有沒有違規要回去查 結果這個去現場檢查的人 說要回去查之後 市政府的官員說 他們接著就馬上休假了 馬上休假之後 隔了兩天就馬上出事了 發生大火了 所以這個當中 如果說有人休假 難道沒有代班人嗎 如果我們去檢查 發現他現場有違規 為什麼不能當場檢查呢 對啊 當場 我覺得他當場就可以查核 比如說警察去查很多業務 他馬上電腦打一打 就知道你是不是逃犯 你是不是有其他的違規 所以我們建管處人當場打勾 說他有違規 然後回去要查核 更好笑就是說 建管處好歹還盡責 眼睛看見說他有施工 那其他的單位 我們的消防局去看了現場 居然說沒有看出來他有施工 所以消防局的表上是沒有施工 建管處的表上是有施工 那這個當中 消防局的人比建管處還不專業嗎 現場有沒有施工 眼睛看不出來嗎 我覺得我們黃珊珊後來的答覆 我也不滿意 黃珊珊說官員們跟他回報說 現場看不到一個大工地 所以他不知道是不是施工 我們看到剛剛所講的 就從二月開始施工 不斷不斷的關閉不同的系統 那三月四月去檢查的人 現場說他看起來不像工地 施工了三個月的現場不像工地 那你們這些專業的檢查人員 你的專業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除了業者要負責之外 我們的行政單位也應該要負責 那我覺得市政府如果有這個 他說他慚愧 他有這個支持之病之心 不要等檢察官調查你市府官員 自己先查 你市府是不是要成立一個超然客觀的 一個調查團體 調查這些單位去檢查這些單位 有沒有疏失有沒有其他問題 否則的話我覺得柯市長 在這件事情當中是沒有作為 是被動的 是看不出來 他是一個有這個強力的 要執行公權力的一個市府首長 剛才慧珠姐講到 如果說真的二月份開始 就陸陸續續關閉一些消防系統 那美美姐 從二月到現在 去唱歌的人都在玩命嗎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我甚至懷疑他是 只是這個二月 二月的時候開始才關閉這些系統嗎 還是要根本就長期關閉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常跑KTV就知道 在KTV裡頭 尤其那個地方夜生活是 很多采多姿的 酒客去那邊唱歌嗨 那會不會想喝酒 會不會要抽菸 一抽菸警報器 哦一直想水殺下來 他的遺棄會不會壞掉 所以有沒有可能根本就長時期 就是都關閉的 只是過去停而走險 就算不是 至少從三月 二月三月施工的時候就都關閉 這確定的事實 所以在第一時間我就是覺得很懷疑 因為第一時間台北市政府 是做一個超完美的切割 那個切割說 啊他這個雖然是有這個申請 這個建管處的執照 但是呢有關於消防狂復計畫呢 他沒有送審他自己偷跑 還在灌業者沒有主動送審 那我請問你沒有主動送審 為什麼三月底消防安檢會過 為什麼 你們是去隨便看一眼就隨便勾嗎 那施工 施工會看不出來 我完全不相信 不可能的事嗎 對不對 你不需要有什麼圍理 有什麼 你有在那邊輕輕口口 你怎麼會不知道 他是從九樓 每一層樓一直往下做 你會不知道 你只要是每一層樓 仔細去檢查 你會看不到 那不可能的事 沒有消防防狂復計畫 你讓他過 然後說你看不出來施工 好 就算你把手機砸到 你都沒看到 那4月22號你總看到了吧 是吧 第一时间市政府怎么说 议员吴佩义在问她的时候 她刚开始还怎么说 没有哦 我们前两次稽查都有去哦 等到吴佩义拿出来了 稽查单上面有勾啊 有施工啊 全家才抬起来 对黄珊珊后来才松口说 没有当场确认 是没有当场确认 那我请问你 台北市政府你的检查在检查什么 那现在有人说 只是因为她后来休假了 没有勾 我请问你 你们联合稽查是联合到场会看不到 然后怪 那业者没有送消防防护计划 你会让他通过 然后到时候有人看到施工 有人没看到施工 有看到的只是没填上去 这就是台北市政府的态度 那柯文哲态度更有趣了 第一时间 我上班比人家时间长 他就是这种态度 恶贫如潮 大家骂他冷血 大家说你台北市政府 没有监督不周管理不周的责任吗 还有你的检查是怎么检查的 一栋楼如果大家去过 应该很多人去过 那是很大的 很快就检查完毕 每一次都及格 前20次的检查都及格 各位你认为这里面有没有放水 有没有马虎行事 甚至于这里面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没有 那甚至于我请问 出了事情以后突然间 钱贵就这个啊 全部都有事了 好几间店都有事了 之前钱贵都没事啊 KTV都没事啊 你们每次安检率都很高啊 那你过去 你是不是在做一些放水的事情 是不是在做官样文章 还是到底私底下有什么事情 阵风处当然要查啊 查个彻底啊 那业者呢 也是不是很侥幸呢 反正过去都没事情嘛 所以我长期以来 积息就是如此嘛 所以这件事情 坦白说啦 几个家庭这样破碎 那我其实我最难过的 就是两个例子 竹客的工程师回去 结果跟他妈妈说 叫我来几句遗言 然后说我已经被火烧到了 大哭到最后没有力气 他妈妈就听到儿子没有声音 你觉得人间最悲惨不是这个吗 那柯文泽居然还说 我上班时间比别的县市长都长 这个就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市政府 你的口说你的心 如果你的心有一点点跟市民同在 如果你的心有一点点的同理心 你第一反应不会是如此 你应该就觉得非常的羞愧 然后他的幕僚干什么 副发言人居然还可以在脸书上贴说 其实假日早晨我早上起来喝红酒 怎样怎样怎样 我的老天哪有什么老板就有什么样子的部下 有什么样子的市长就有什么样子的发言人 所以今天当然大家要就责 柯文泽你担当道歉还不够了 我坦白讲这里面正风说要介入调查 有没有人魔不脏 有没有长期以来大家马乌行事 甚至官商勾结的事情 那我觉得钱贵你要公开 非常正式的要跟社会大众一个道歉 这件事情哪要查办到底 但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到底这样平宜行事了多少年了 KTV大伙不是第一次 已经好几次了 为什么 这里面的消防检查是出问题吗 那最后我只讲简单讲一点就说 最恐怖的是说关起来就关起来 所以五大系统全部都不运作 好那我们要来想一想 怎么避免这悲剧发生 我举个例子来讲 开证就知道嘛 你有那个防呆装置嘛 对不对 所以让你 你真是没躲的时候 你没办法充当嘛 你进电梯的时候你操纵 你干什么时候他不会动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人卡在门 他也不会动为什么 他怕你夹伤 怕不堪负荷 那防呆装置 我们要不要来强制立法 而且不只是KTV 大楼要不要 因为有些大楼也是这样 给他拨尾摁摁摁摁摁什么办 就关掉了 如果你有防呆装置的措施的话 至少不敢随便乱关嘛 也不会一关以后你什么都失灵嘛 所以包括法规 有没有要检讨的地方 包括有没有人魔不脏的地方 包括执行有没有落实 包括怎么样追究这个责任 不管是刑事民事的责任 怎么样来赔偿 那么政治的责任 乃至于你怎么样子 是不是要防呆装置 要有一整套措施 避免这样子的悲剧在发生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血泪的教训 这一次钱贵这场大火 一次就带走了五条人命 好今天议员在直询才发现 原来那一天整栋鸡茶 只花了短短20分钟 议员真的很火大 现在是因为交情太好了吗 真的是不是这样 我们下段广告节目回来 来请教范老师的意见 请教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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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烟受信 总机未定位 4月24号 有没有查这项 没有 火灾发生时 各层排烟砸门 均未开启 有没有查这项 没有 那我问你 你要查什么东西吗 记得直接摔报告书 来以议员火冒三丈 隐身潜规大火 夺走五条人命 追查才发现 事前的联合稽查 官员找发现异状 3月30号检查过 是 那3月30号他们是开是关 他们报告都是开的 都是开的 都是开的 所以4月27号都关了 对 4月2 我们事后火灾以后 才现场才认识这样 这件事情台北市政府 有逃不掉责任 逃不掉责任 就是你的4月22号 机查不 不够严谨 这些亡死的人命 怎么交代 请问 痛批北市府 敷衍的态度 远复人命 但前一天副市长 黄珊珊强调 北市唯一疏失 就是没把机查报告 及时上网登陆 但实情似乎 不止如此 请问一下 现场都隔起来了 你还需要来查证 不会问一下 不想看一下吗 现场有看到状况 为什么现场不会直接看 不问一下 是交情太好吗 不客气的讲 大家都知道 消防的 我们消防的厂商 这家厂商 跟我们消防的 关系好不好 大家心知肚明 你们去机查车 花多少时间 整栋机查车 花多少时间 告诉我当天 报告长大概20分钟 20分钟 全栋 20分钟 长官合理吗 就是有点时间再快一点 所以我们以后检讨 要是再长一点 刚才质问3月30日 和4月22日 两次的机查人员 消防局竟然只花了20分钟 就查完整栋大楼 而且五箱防火系统 居然一向都没有查 你直接开门 发现里面是电梯在施工 没有收到防护计划 直接停工 我当时其实没有看到电梯在施工 因为你没有开门 4楼起火点储藏室 你知道旁边的空间是什么吗 长官你知不知道 把图调查看一下 我直接告诉你好了 排岩室 没有就这样 然后结果因为你的作用 完全没有启动 排岩室直接灌到楼梯 直接灌到楼上 上面的全部逃生不及 就连五楼起火旁的排岩室 都不知道 小谎局长被问到哑口无言 火警就责 看来不止业者 北市府恐怕也难此其咎 北市府是不是难辞其咎呢 来看一下柯P昨天怎么说 他说法令就定在那里 老百姓有遵守的议护 申请这个消防的防护计划 是业者的责任 而且范老师 昨天柯文哲还讲了一套 乳酪理论 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他说 他强调每一片都有缺点穿过去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昨天还在嘴硬 还不愿意道歉 一副非常高傲的样子 那今天为什么道歉呢 游淑会叫他道歉他不理 后来是谁 罗志强 为什么 因为现在台北市议会 大概没有什么人挺他了 本来蓝营就不挺他 绿营一开始 克文哲当上市长的时候 绿营是挺他的 现在也不挺他 因为民进党也跟克文哲分道扬镳了 那现在 比较肯定他的人是罗志强 因为上次罗志强 说你这个要不要叫武汉病毒 还是叫新冠病毒 克文哲说 我们这个就 根据WHO的规定 我们不要叫武汉病毒 我们叫新冠病毒 这个跟罗志强当初的呼吁一样 就罗志强就肯定 克文哲的勇气 所以这个罗志强肯定的克文哲 让克文哲寻求了 这议会的温暖 所以 罗志强叫他道歉 他才愿意道歉 否则他还是一副高傲的样子 那我必须要讲 今天 有这么多的问题出来 五条人命的死亡 刚刚谈掉了 检查20分钟 怎么检查 那一栋大楼 光是走上去不止20分钟 根本没有检查 而且五大消防 全部都没有检查 那到底在检查什么 对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罔顾人命 接下来如果 我是不希望下个礼拜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钱贵说 只停一个礼拜 暂停营业 是不是下个礼拜 就开始营业了呢 我们看到 接下来就是暑假 而且大家最近真的 这个好不容易 零确诊 对不对 大家也想去KDP 放松一下 现在也不敢去了 可是他如果真的营业的话 请问一下 还是这个情况 那是不是草菅人命 KDP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而且每个都是房间隔着 隔层 很多都是容易燃火的材料 结果 钱贵作为我们台湾 上市的KDP 他的规模 应该是全国最大的 是 也可以说是个典范 我也必须要讲 钱贵创架很多典范 但是呢 他竟然带头做这些 让大家不可思议的事情 让这些唱歌的人真的是 蒙受这么大的威胁 而且我们知道 暑假即将到来 年轻人 大家就去唱KDP 所以你看为什么他这一次是 早上的时候失火 因为早上的时段是最便宜的 所以去的人都是年轻人 那还好是早上 如果是晚上呢 很多人喝了酒 而且往上去的人比较多 那就更可怕了 所以我必须要讲 过去二十次说钱贵都合格 然后现在之后 哇台北市有六家 跟其中四家不合格 这叫什么 想要用矫枉过正的方式 来说啊你看哦 我有在查了 可是大家现在更质疑的是 那你之前为什么 有二十次都合格 这合格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必须要讲 大家说柯文哲现在施政是什么 一分抗议 二分市政 七分发展 一分来抗议 一分对抗疫情绪 做一分的工作 二分是照顾市政 七分是发展 发展他自己的民众党 这跟那个中国共产党啊 在1937年 那个中日战争的时候 叫一分抗日 二分应付 七分壮大 是一样的道理 抗日只抗日一分 二分应付 应付国民党 七分壮大 壮大我共产党的力量 所以为什么后来1945年 日本投降之后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已经壮大了 今天柯文哲在忙什么 柯文哲在忙他的 台湾民众党啊 他上礼拜六去高雄干嘛 台湾民众党的国家治理学院 有个国政班开学典礼 人家已经不在乎市政了 人家在乎的是什么 国政啊 看不上眼这个市政啊 眼光很远啊 人家眼光已经抬头了 眼光已经提高了 但是我问你 你市政都搞不好 你什么资格搞国政啊 这我不需要讲 这一次这个事件 会是柯文 压倒柯文哲 骆驼的一根稻草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的支持度在台北市 是非常低的 加上这一次的事件 我必须要讲 他的抗议 远见杂志哦 做六都的民调 侯友宜第一名 88% 88%的民众是支持的 第二名是台南市长 黄伟哲 再来82% 柯文哲是 六都倒数第二名 只有47%的民众肯定 他只赢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只赢韩国瑜 两个都是落后班 所以这个末端班 你的防疫这么差 所以为什么你要说你一分抗疫 那你施政只占二分 所以这个次的这个行为 刚刚看到那个消防局长 讲这个回答的荒腔走板 我觉得他市政如果搞不好 他不要想2024年了啦 你不要再想什么国政了啦 你也不用什么国家治理了啦 先把你的市政治理好 否则我必须要讲 他说哎 我上班时间比谁都长 那年一月礼拜天发生这个疫情 他才从屏东赶上来 我问你 你时间长你的效率 你的工作成果这么差 表示你的效率很糟糕啊 你花时间长有什么用 那要不要比时间长 陈时中已经120天没有休假了 要比谁的长 所以我不知道你 时间长也比不过人家 你的效率也比不过人家 那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柯文哲市府市政团队 已经整个松掉了 真的市政做好才是最重要 接下来广告之后 我们就要来看到高雄的市政 有没有处理好呢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